人生在世只有两种状态,一个是欲望没有满足带来的痛苦,另一个是欲望满足之后带来的无聊。 人生有什么意义吗?这是一个自古以来就困扰着人们的问题。 在古希腊就有人提出,对人来讲,最大的幸福是从来没有出生,第二幸福的就是尽早死去。 这种悲观主义的人生观,后来在德国哲学家舒本华那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。 在舒本华看来,人生在世只有两种状态,一个是欲望没有满足带来的痛苦,另一个是欲望满足之后带来的无聊。 整个人生就是在痛苦与无聊之间摇摆,完全没有意义。 这个理论听起来是不是还挺有道理的,但确实令人绝望。 据说,当年有人读完了舒本华的著作之后,立刻选择了自杀,快乐主义。 人生真的像舒本华说的那样毫无意义吗? 我也经常会问我的朋友和学生,活着的意义是什么? 或者说,是什么让你认为活着比死了好,和舒本华的悲观论调不同。 我得到的最多的答案是两个字,快乐,人生中会有一些让人快乐的东西,比如和爱人享受一次甜蜜的约会,和朋友一起旅行,或者学到了新的知识,等等。 这些都会让人感到快乐,如果死了,这些快乐显然就都没有了。 面对人生意义这个终极问题,快乐确实是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第一答案。 如果和舒本华的悲观主义理论结合起来,这个答案就意味着,我们要在舒本华描述的那个痛苦与无聊的钟摆里,找到一个喘息的间隙,迫不及待地去寻找下一个目标。 这种将人生意义等同于快乐的观点叫做快乐主义,黑的内藏,也有人把这个词翻译成享乐主义,不过享乐主义这个标签听起来有着放纵欲望的贬义,而快乐主义更中性一些。 去乐必苦是人类和所有有感觉的生物的普遍诉求,因此,对快乐的追求甚至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,不管是普通人还是哲学家,都有很多人主张快乐就是人生的意义所在。 这种观点几乎不需要论证,对我们就有最直接的吸引力和说服力。 快乐主义的支持者们 从古至今,快乐主义都不乏重量级的支持者。 在古希腊,有两个哲学流派都主张快乐主义,一个是居乐尼学派,一个是伊毕纠鲁学派。 但是,他们主张的快乐主义非常不一样。 居乐尼学派号召人们及时行乐,追求当下的快乐,而且认为身体和感官的快乐高于精神的快乐。 因为前者更强烈,也更真实,伊毕纠鲁主义者的看法截然相反。 他们认为精神的快乐,比如说学习知识,就超过了肉体的快乐,而对人来讲,最高的快乐其实是身体没有痛苦,灵魂没有搅扰的平静状态。 这里,我顺带澄清一个常见的误区,现在很多人一提起伊毕纠鲁主义,就把它和享乐主义化等号,其实这是把伊毕纠鲁主义和居勒尼学派的观点给搞混了。 我们在规范伦理学单元讲过的功利主义,是现代快乐主义的代表。 编沁在他论述功利主义的名著《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》的开篇就说,自然给人们设置了两个主宰,一个是快乐,另一个是痛苦。 只有他们能够决定我们会去做什么,以及应该去做什么。 功利主义在18到19世纪的英国流行开来,在那个时期,追求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成为了普遍认可的价值观。 所以,功利主义者对快乐的要求,比居勒尼学派或者伊毕纠鲁学派还要宽松。 我们可以追求任何让自己感到快乐的东西,只要不伤害别人就行。 如今的脑科学研究,还催生了各种积极心理学。 心理学家努力用更加科学的手段帮助人们产生更多的快乐, 比如一度成为哈佛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的积极心理学课。 就告诉人们,用一些很简单的方法,就可以提升自己的快乐感,让人感到生活充满意义。 例如接纳自己的负面情绪,培养感激他人的习惯, 悉心品味生活中的点点滴滴,让自己的生活变得简单。 这种积极心理学教导的基本上就是网上常说的小确幸,主张这些微小确定的幸福才是人生里最实在的东西。 脑痒痒痒与漏罐子,这种把快乐作为人生最高追求的思维方式,既符合我们的直觉,又有大量理论支持。 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坦然接受它了呢? 但是,我得告诉你,从古到今,从来不缺少对快乐主义的批评。 我来给你介绍两种一针见血又很有意思的批评。 先来思考一个问题,快乐这种感觉是怎么产生的? 你会发现,快乐和痛苦往往是如影随形的。 人们之所以会有痛苦,是因为感到有所缺乏,比如饥饿、孤独和生病。 如果这些缺乏得到了填补,痛苦由此消除,就带来了快乐的感觉。 比如感到饥饿之后吃了顿饱饭,孤独之后找到了自己的伴侣,生病之后重新获得了健康。 这就是柏拉图的观点,在他看来,痛苦是快乐的前提。 没有痛苦,快乐也就不存在了,就像不饿的时候给你再多的山珍海味。 你也没有胃口品尝。 柏拉图认为,如果把快乐当作人生的目标,那我们的人生就太可悲了。 就像是用一个全是窟窿的瓢盛水,努力去装满一个漏了点的罐子,永远不可能装满。 而且,如果认为快乐就是最好的东西,那就意味着一个浑身骚痒。 但可以享受脑痒痒带来的快乐的人,甚至要比一个并不感到骚痒。 于是,无法享受脑痒痒快乐的人,还要过得更幸福。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荒谬,快乐体验机。 不过,柏拉图的这个批评似乎不能回答一个问题。 假如我们的人生里面全都是快乐,没有如影随形的痛苦,是不是就完美了呢? 哲学家诺奇克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思想实验,来回应这个问题。 我们可以把这个思想实验叫做快乐体验机。 假设有一位科学家制造了一台机器,里面有各种程序,只要给你的大脑连上相应的电机, 就可以在你的大脑里直接制造出各种快乐的体验。 不管是约会,美食,还是事业成功,子孙满堂。 要什么有什么啊? 这个思想实验,后来在电影《黑客帝国》里有了更具视觉冲击力的表现, 人类泡在营养液里,脑袋上接着电极产生各种感受。 现在面对这么一台快乐体验机,让你选择,不是短暂地体验一会儿, 而是让你在上面度过余生,你会接受吗? 科学家可以保证你一直感受到各种各样的快乐,不用担心有任何痛苦。 我想,至少99%的人在面对这个选择的时候都不会接受。 不过,说实话,如今规模巨大的游戏市场, 其实多多少少就是在发挥快乐体验机的作用。 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,给玩家制造各种各样的快乐和爽感。 快乐主义的两个困境。 柏拉图关于漏罐子和脑痒痒的比喻, 以及诺奇克的快乐体验机指出了快乐主义的两个困境。 第一个困境是,如果以快乐的感受作为人生目的, 我们就无法最终感到满足。 而且还要以无法感到满足为乐, 这其实是一种相当矛盾的状态。 我们甚至需要去制造更大的痛苦, 从而享受更大的快乐。 有些极限运动爱好者就有一点这个味道。 比如说蹦极或者跳伞, 在这样的活动中, 人们把自己推到某种接近死亡的状态, 体会巨大的恐惧甚至是痛苦, 然后再去感受节后余生带来的快乐。 但是在体会完这种极致的快乐之后, 人们又往往会怅然若失, 只好去寻求更大的刺激。 诺奇克的快乐体验机指出了快乐主义的另一个困境。 那就是如果仅仅是追求快乐, 那其实是一种非常主观的感受, 完全依赖个人的体验。 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人生的质量进行客观的评估。 我们难道能说一个一辈子享受吸毒快感的人, 或者一辈子躺在快乐体验机里的人, 度过了完美的一生吗?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, 快乐主义既有它的意义, 又存在重大的缺陷。 它的意义在于, 我们都得承认, 人一出生就要追求快乐。 假如人生里面完全没有快乐, 那就太悲催了。 但是另一方面, 如果人生的全部意义就是追求快乐的感觉, 又会让我们陷入过于主观甚至虚幻, 永远无法满足的困境。 最后, 我想请你思考一下, 如果快乐不能成为人生价值的源泉, 你还能想到什么其他的可能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